我今天要立个FLAG就是 我回答 这里最后最后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希望是向大哥坐在我旁边 对 坐在我旁边 然后他也问我一个问题 是要内心想问的问题 舆情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者Jackson 我今天来挑战立个FLAG 你敢问我就敢回答 那现在开始 节目中分享了V脸神器采雷精力 还有哪些种草跟采坑精力 不要买了买了这个脸神器 那上吊一样 也不是说没有用 就是不是在睡觉的时候用的 一部分也是我的责任 你是属于那种会认真写醒假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拼 但是我会推荐 因为我在跟浩哥录一个节目 然后呢我们就经常住在一起 飞宇还有佳伦哥 就是经常分享给他们 我发现我跟飞宇也用一个身体录 新歌霸占很多榜单榜首 会以上榜为努力目标吗 没有吧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的在做 目标是挑战上一个的自己 但我是每一次看到有一些 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发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也可能不认识我 他也可能不了解我 他唯一看我的就是通过我这个作品 打动了他或者他觉得不错的 那对于我来说我是很有成就感 都说王家尔是追星界的打卡达人 是不是没有王家尔追不到的心 新浪的CEO 打算做怎样做理论 我见到他跟他拍一个短视频 除了我全世界都在偶遇王家尔 偶遇王家尔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 官方活动吧 最能吸引热心王家尔过去观览 吵架斗物地 A B B 是大型活动促销现场 这只是一部分我会去的地方 就是都会去吗 我不知道有一些是什么叫相亲角 就是一个角落是专门给相亲的人的 公园就有一个区是专门相亲的 对 完全没有发生这个区 我下一次去看一下 我看到我每一次经过公园 就是看到大哥们在一个乒乓球桌上 然后一个卡就啪啪这样 然后我就发生什么事去看一下 原来他们在玩什么牌 然后也有时候我听容浩哥说 也有些人在打树 我也没有还没有发掘 所以应该再去走走 大家调侃Tim Wang 企业文化是笨滴喝酒 你头发要不要为自己 公司证明这个是放松的其中的一个状态吧 毕竟是人嘛 该庆祝的该庆祝 就是想要物质的器皿的话 会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 想法不要被框死 想的天马行空一点 在你的领域里面有一定的知识 然后再加上能get到我的点 那庆祝的员工会有哪些福利呢 什么福利 什么福利 员工福利 首先放假应该是不可能的 因为365天都在runrunrun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成就感 达到一定的一个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件 一个项目一件事的时候 成就感是属于大家的 合照时会贴心问对方 开不开敏言 觉得女生心不中最佳的敏言 结束是什么是多少 我只问过一次 我要澄清一下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最近好像去录黑拍女孩 然后我在DJ台 哎王健尔打蝶哇 澄清一下澄清一下 我是不会打别的 嘉尔啊 你看我去医院碰到谁了 去医院碰到谁啊 hello 去医院碰到谁啊 错误 你难道不应该关心我 为什么去医院了 首先你是谁现在 我是他男朋友 女朋友 你是我女朋友 对对 OK重新问一下 嘉尔啊 你看我去医院碰到谁了 你还好吗 你你你哪里不舒服 你干嘛去医院 你哪里不你去医院 为什么不跟我说啊 如果一个身材很好的女生 坐在你旁边 你会心动吗 当然不会啊 你过来啊 但是我认我会看一下 hello 我会看一下 错误 应该是不会 我不会给她坐在我旁边的机会 这样的回答太做作了 干嘛呢 写诗啊 你干嘛 我跟你说 说这种话的人肯定 心里有鬼 用这么多的技巧去 沟通 第三题 如果同学聚会 女同学喝多了 你会送她回家吗 当然会啊 但是不是一个人送啊 错误 不会我会 什么错误 你有没有了解人家喝多 人家在街上会怎么样 不管谁喝醉了 在我们这个聚会 都是应该得到我们大家清醒的人 送回家的 这是责任啊 作为奥运会气氛组担当 觉得王家尔那首歌 能成为奥运会的BGM 我觉得看你什么项目吧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 这一次参加奥运会呢 我很多朋友们都参加了 六个朋友都拿了金牌 孙一文是我之前呢 是没有这个方式去认识的 因为我打那个青年奥运会的时候 是跟另外一个女子中间去打的 他现在这一次也有去打 对可能是他的朋友 也算是我朋友了 就他们很冷静的发信息跟我说 拿了个牌 然后说什么 got a medal 就跟我说 就我还是蛮开心的去为他们 MV自导自演 一条龙服务 是不是不想让任何人 从你身上赚到钱 这不是免费啊 你以为我自己自导自演 就人家免费啊 哪有这么好的世界啊 太难了 成为先进北京居民后 发现最神奇的一件事 新奇的一件事是什么 每天我最希望是能喝点汤 对不对 一直找找找找 有汤 但是是馄饨里面的汤 真的是汤啊 啊 请问下面人名哪个最适合加 耳 画音 王家耳 right 刘宪华 No 耳音 王一博 没有耳音 白敬廷 没有耳音 A 王家耳 啊 博 王家耳 还不加耳 画音啊 王家耳 哎 不要玩我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 一博 既然我出门差点 没摔一跟斗 一跟头 一跟头 请问摔跟头没有 摔跟头没有 摔跟头没有 我摔跟头没有 所以没有翻跟头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可能啊 每个人都会翻跟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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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口语 我们是最佳正确 发音是 第一 阿门 北京口语叫母门啊 哎 你也一样 就是全叫老北 哎 体谅一下 刚刚回来三个月 好不好 flag还是要定的 万一实现呢 那我明年的flag 可能是专注音乐 然后 希望可以办到演唱会 然后我希望可以认真的 做一个中文专辑 那今天我就得问了 看你是我的荣耀了吗 肯定不是他问的 问我吧 他知道是问我吗 他不知道 他直接就问 啊 啊 啊 他问的是你 是我荣耀吗 嗯 我一定会看 下一期嘉宾啊 嗯 还不知道是谁 就原话 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谁 因为他叫我问一个问题 首先 我不是针对你 我最近发了一首单曲 叫 drive you home 所以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听一下 麻烦你 听一下 那哥你过来一下吗 League flag的观众朋友们 你一直以来 都是哥你负责的 打个招呼吗 跟大家 好 League flag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过气已久的蓝胖子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跟你家人说 嗯我跟我家人说 都在电话当中说 啊就不用这么官方了 每天都会给我妈 好好好明白 才好受挫 谢谢 谢谢 我有注意到啊 就是有网友评价 为什么王家儿的歌都免费听 但是一看拍MV都觉得很费听 因为你说老实话 咱们全中国的人都知道我 我的音乐吗 不是啊你明白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以来 我努力努力 就想在 啊 起码 你明白吗 让大家知道我的歌 也不是因为为了这个而做 但我觉得每一次的成就感 我会觉得咱们 我跟支持我的粉丝们 包括我们团队 我们每次发的歌 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做的 但中间也知道 会出很多的问题 那不可能做每件事都 顺顺利利的嘛 那肯定就遇到很多问题 那我们解决 学习了 复盘了或者什么 但我们每次都很努力的做 但整体来说是 我已经用尽我全力了 对 甚至于超过我能控制的氛围 You know 所以 我还在我的努力的路上 综艺里面喊话有群演的活都叫你 你这次新MV演技受好评 有收到群演邀约吗 我说群演的意思是因为我是歌手嘛 影视这方面呢也是另外一个行业 那我觉得如果要跨界去做的话 我觉得整个状态是从不知道到知道嘛 那肯定是要先学嘛 有一定的知识了以后再去演 我觉得比较合理吧 对吧 所以我说的那个群演 从群演开始也是这个意思 嗯 不然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不尊重这个行业 那你有事想说讲群演的话 你会想演什么样的群演 就比如说古代的那种小孩子啊 或者是这种路人啊那些 古代的小孩子怎么适合我呢 怎么演古代的小孩子 我演出来的人家都不会播啊 就违反了就不像啊 没有说服力啊 我觉得首先其实比起演嘛 我更想去剧组跟整个拍摄的现场 我去起码待一个月吧 一两个礼拜吧 起码我可以感觉到 导演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演员们原来是这样的 对台本的时候我也在看 就是我要先去了解 就比如说今天你要去 你要去学举重 那你是不是从基础开始学 怎么或者你去跑步 你去学动作 学对于这个的基本的知识 你是要有的对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学习的